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我们从南韩来看 它的确诊人数竟然一天就暴增100例 所以武汉肺炎到底什么时候才会过去呢 不过聪明前说他们很担心 因为在今天亚洲货币全面出现大变 包括日元 韩环 新台币 泰铢通通变 所以未来的走向怎么看呢 我们赶快来介绍在接下来到节目现场的来宾 邀请到台大音乐医师 李宾益医师 大家好 生物老师 潘洋红老师 阿关 大家好 汪环头部总监蔡明璋 大家好 邀请到药理学教授潘洋红老师 大家好 资认分析师 林永明 阿关 大家好 大家晚安 赶快带您来看最近疫情数字 我们可以看到大陆的确诊病例 现在是累计来到75545例 死亡数则攀高来到2238例 比较令我们担心的是 南韩突然之间暴增 一天增加了100例 而且有一死 日本的数字呢 也是持续在增加 但是因为钻石公主号的确诊病例 已经没有突然暴增那么多了 所以整个上升的数字开始出现减缓 日本的数字来到742例 三死 而香港在今年值得给我关注 香港来到了69例 两死 所以我们来看香港的最近消息 香港传出有警察 确诊 而且香港的防暴警察 这一起确诊案例不止趴趴走 而且很多人聚餐 他在发烧的时候还坚持出席烧额餐会 所以有59位远警全遭殃 香港的防疫破口很有可能是在关口 因为关口他们一直坚持不愿意全封关 对 这个没想到阿瑟也确诊了 其实警察是跟民众最密切接触的公务员 那这个是48岁洗净的远警 花骚还是坚持一场退休远警的一个餐会 大家很高兴去烧额店吃了 没想到 回来确诊 现在将近60个远警都要被隔离 但是有人说港府这一次 疫情那么严重 你封关是伪封关 假的啦 我们看一下 这个香港跟深圳 其实它有十几个一个关口 那这个口岸 它封掉了差不多大约十个 但留下三个疫情的一个破口 第一个 这个珠港澳大桥 再过来深圳湾 再过来就是香港国际机场 我们看这个数字 数字会说话 那你看一下 在我这个右边大概封掉了 66%的这个关卡 包括罗虎等等 但是最重要的几个 香港国际机场 香港国际机场 它的人次占比 人流占比是17% 深圳湾口14% 港珠澳大桥占1.5% 这个人流没有那么大 但很多人说 为什么这个口不封呢 是不是为权贵开通道 其他客与码头占了0.5% 换句话也就是说 在香港的封关口岸里头 有33%是没有封的 对 但是你不要看 这个33%这里面加起来 一年的这个通关的人次 就一亿人次 人流量很大 而且中国旅客 他们60%是使用 因为这些出入境的 不一定是中国人 但是中国旅客 就是香港国际机场 深圳湾 这两个加起来 就占了中国旅客 使用量了60% 提醒消息是 澳门证实 有两个确诊港人 曾经乘同一台巴士 以及金巴 不排除是在车上感染 而这辆巴士走的路线 就是港珠澳大桥 虽然谈谈港珠澳大桥 被很多人抨击 这个口岸为什么不封呢 就是为权贵 为红二代流通道 好 我们先讲一下 港珠澳大桥的地理位置 它到香港的国际机场 只要五分钟 是不是很快 现在广东已经列入了 一个重灾区 那接了封城 所以很多中共的权贵的话 它透过了这个港珠澳大桥 到达香港的国际机场 立刻就可以离开 然后我们来说明一下 这个就代表 领导先走 所以为什么林郑 轰了很多的关口 独独没有封掉了 这个港珠澳大桥 我们看车牌的身价 基本上港珠澳大桥的过桥会 过路会其实还蛮贵 60块到300块的人民币 就一趟可能就是 1000多块的台币了 然后车牌的话 港珠澳大桥 两地的车牌 原本大概960块港币 大约就台币4000块 你知道标到多少 50万的人民币 台币200多万 涨了600倍 一个车牌 对 一个车牌50万人民币 有办法标出港珠 大桥的这个车牌 两地的车牌 会达到600倍的 都是有钱的 都是特别的这个钱贵 所以现在变成了炒车牌 所以哪可能一辆车上面挂好几个车牌 是这样吗 因为我刚刚看到画面 甚至有一辆车挂三个车牌 挂三地车牌 对 然后我们刚才讲的 这个两地的车牌都已经炒了600倍 那三地的车牌要炒到多少倍 这里就有很多的一个空间 再过来我们讲 深圳湾 深圳湾也是一样 深圳湾的话 他一年平均一天出入的13万人次 是很多 所以你可以看 在2月17号的时候 他基本上 2月7号的时候 还通关了9.5万人 那这个是2月4号就开始停止了 但是这个缓拿出入的人更多 所以看画面里面 有一个男子还被抗议 我要闯关 我要闯关 所以大家急着要出去 那香港是在1.27号 对这个湖北省来封关 但是这个激动的表现 就是大家都要出去 在外深圳湾 我们要告诉大家 这里面的环境 地理环境 很接近深圳 现在深圳 这个新冠会员确诊案例最多的 就是最接近深圳湾口岸的南山区 有50例 所以林郑很奇怪 郭南山区就50例 对啊 林郑很奇怪 你封别的那边 确诊的案例不多 但是这个深圳湾这附近 这个确诊的案例最多 你却不封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背后这个地方是 走私野味的黄金通道 2012年 2012年贺鼎红 然后2016年水雕 我们老师讲过 水雕有可能是一个数字 也被怀疑过是中间数字 这块2019年 竟然用那个洞肉 把它结洞了洞 里面藏了3000公克的穿山甲的鳞片 我告诉大家 这3000克的穿山甲鳞片价值6000多万台币 这很贵 这不管是水雕还是穿山甲 都被传过是武汉肺炎的军阶届 你看这张图 这个还是他们的一个 在那个中国大陆社工厂 他们怎么把穿山甲的鳞片走私籍香港 他们是从非洲然后到新加坡 再到韩国再转到 所以深圳湾口岸 根本就是一个野生动物的任意门 对 任意门 但是现在这个深圳湾的海关 开始用5G的智慧的眼镜 然后可疑的旅客一通关的时候 锁定那个画面 然后跟后台的大数据开始连结 这个旅客的姓名 他的证件 他这个通关的记录 查验的资讯 立刻出来 所以他们也有对应的这个方法 但是就是因为走私太多了 才会有这个眼镜 要是没有走私那么多 怎么会有这个5G眼镜出来 所以可见深圳湾口岸 就是一个走私野味 走私物品的任意门 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香港政府竟然不封深圳湾口岸 还留下了这么多的破口 所以很多人说香港政府是未封关 也因为香港政府是未封关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香港的疫情 还是持续向上升高 所以我们现在对我们的一个人 而且要看深圳的感谢 而是我们的旅客 感谢观看 会有什么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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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一切